海航债务纏身敏感时刻董事长王健离奇死亡 7月4日中国海航集团发布告称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日前在法国不幸意外摔伤抢救无效 身亡中国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日前在法国离奇死亡引发海内外舆论 关注早前美媒披露海航负债近6000亿元人民币约910亿美元 但或中共高层出手搭救 在此敏感时刻董事长王健突然死亡 引西方媒体广泛猜测7月4日 中国海航集团发布告称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导致重伤 经抢救无效于当地时间3日 去世中年57岁公开资料显示 王健是天津人1983年至1990年 曾在民用航空总局计划私工作期间留学日本 回国后长期从事民航的经济管理 计划管理及经营管理工作 1990年王健成为海航的主要负责人 和决策者之一二百 三年王健被授予海航工程勋章 担任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 近年来海航集团负面新闻缠身 王健突然离奇死亡 引西方媒体关注彭博社称海航的声明说 王健在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重伤不治 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海航的代表也拒绝评论 金融时报则称海航已经将其官方网站 改成了灰色已盗念亡 健而王健之死正值海航抛售大量国际资产 以及努力削减在过去多年扩张时期里 积累的国内债务之际 早前彭博社等媒体披露 海航负债近6000亿元人民币 但或中共高层出手搭就6月12日 中共央行副行长潘弓胜 主持召开海航集团专项会议 行长易刚传达高层对海航的定性 和要求各方支持海航发债的决定 中共高层的意见是海航集团和社会上的其他系不同 海航是流动性问题 以及各方要支持海航发债 确保发债成功等 并批准了海航集团旗下 渤海金控40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 挂网备案 据悉至6月20日 渤海金控称 已经完成10.6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发行 得到央行资助后 6月20日 海航集团20多名高管 到有中共红色基地 延安朝拜并办红军 唱红歌 海航微信公众号发的照片 显示 这20多名高管 甚至穿上了当年中共八路军的灰色军装 网民炮轰瞎闹 吓尿了 开始乱拍马屁了 自由亚洲电台援演旅居法国的时评人王龙蒙的观点 说中国很多私企都姓党 他们是中共权贵的提款机海航 是最典型代表 这也是中共力保他的原因 另外中共利用纳税人的钱 就海航海航 不去感谢纳税人 却跑到延安 这其实是中共允许海航发债 就其渡过南关后海航的表中心 之举去年6月海航 万达 安邦 复兴四家民营公司 涉嫌以内保外贷的方式 转移资产至海外 而被中共点名随后 大陆银行负面掐断了对这几家公司的贷款 随后 万达在9个月 卖掉了40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即大陆80%的资产 并承诺投资重点转移至大陆 海航也甩卖海外资产 尤其是进入今年以来 海航加快了甩卖海外资产的脚步 安邦则被中共接管前董事长吴小辉被起诉 复兴去年宣布将把投资重点转移至大陆 其进来收购了两家欧洲时尚品牌 似乎显示其已经度过危机四家民企的命运大不同 一次要抓紧之后 按工作 保留保留保留学 额 供与下